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是其他承接上下作用 效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好 有时候是说书人故弄玄虚 神情一兽走进科学霸场也有这个毛病 最泛滥的是在墨野故事 和神 鬼水怪谈这样是警察文中 故事稀松平常带续事方式有勾苦人 而对于鬼吹灯和天坑英烈 这样的冒险小说则不多见 因为作者也明白 长篇作品比较不是评书也不是段子杂文 这样的作法会破坏事实整体连贯性 所以这里 作者应该是借鉴了武侠小说的叙事方式 将这样的原本故弄玄虚的斗包袱 做了一个巧一名牧师的替换 即灵异鬼怪的真相是似而非 神情一兽的存在大开眼界 从鬼吹灯开始 到这不天坑英烈都是如此 一些鬼神灵异的元素和悬念 到了谜底街角那一刻 总给你用夸张的生物学和物理学解释一遍 其实算是用离奇的自然现象 或者神情一兽来解释一些传说和灵异 颇有走进科学的味道 感觉霸唱应该是环珠楼主 或沃龙生武侠小说的粉丝 后两者武侠文学中多出此类脑洞设定 所以在霸唱的作品 我熟悉的包括《金爵古城》 里的是香魔语 红猴 云南虫古里的虫 最离谱的是《无中仙境中》 冰原传说多年的《空中巨龙》 最终发现原来是巨型龙准风 而且还有操控时间的线术 所以在天坑营列中 前几机包袱不多 但也有天坑中的神情异兽作为电场 比如有关宝藏线索的白鹰 巨型蜘蛛 鼠脑子一般的炫蘑菇 包括十一机左右 一行人在林子里遭遇鬼打墙 最终用潘洛斯接贴式 回旋结构作为解释 就是典型例子 而且没记错的话 这个梗在《鬼锤灯》里就用到过 貌似该剧 应该整合了霸裳不少小说中的片段 在这样的叙事风格下 个人感觉霸裳的作品 是很适合被改编成影视剧的 因为它的作品 一根线头般的单线成叙事 即插即用的抖包袱造成情节跌宕 还有神情异兽的视觉奇观 这些就算读小说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画面感 所以感觉根据霸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 只要了解其上数据是特点 以此改编 基本没有杂到 PS 诸如黄皮子粉和九层腰塔 就是PM瞎拍 乱改一通 没有抓住原作的精髓特点 而其中目眼鬼是最烂的原因 因为原著本身就是没有故事的杂文 所以剧集本身就是独撰的可见在天坑音乐里 背景实验室的毛脚怪 东北天坑内的丧尸 张老庆遭遇黑白武场 还有马电臣的传说中的金脉 万金之国的后裔等等 变形的把诈风格 说白了 凭着这位三寸不冷之蛇 能把假的说成真的 鬼吹灯里的马嘴 跑火车 的陈瞎子 估计是霸裳以自己为原型的 而说到角色 就来解锁霸裳文学特征 的最后一个杀手剑 角色 何则生 分则死的歪财中究 是类似于评书的叙事特征 角色也是类似 不信 让我们来举例 比如上前方评书中 最著名的角色 都是那些歪财 就像白眉大侠 塑造最成功的就是鬼才 丑心 薛良和嬉皮笑脸的防书安 反而一身正气的白云锐 相形见处 这是评书的特点 追求生动 有趣的评划 总是偏重于 莽夫家角色的塑造 PS 正在写本文的途中 就得知 扇田帮老师病逝的消息 心里 不是滋味 灵感 顿时全无 文章 匆匆收尾 请各位见谅 R Y P 再来看霸唱小说的主角的特征 也是没一个正经的 三人组是霸唱小说的特点 从鬼吹灯到无中心境 栽到天坑英烈 有一个算一个 什么胡八一 王胖子 臭鱼 崔大力都是如此 而本剧中 主角张宝庆就是一个待业青年 整天不务正业的 从剧中台词得知 这位美准还是个道爷 菜瓜的弟弟二笔子 也是充当了王胖子的功能 跟主角臭味相投 有时候还一块整股姐姐菜瓜 有道事 主人公探险三人组合则生 真则死 是从鬼吹灯淡生前一脉相成的 同样也按合作者对命理的理解 这是霸唱小说标准的角色搭配 三位角色 张宝庆 菜瓜 二笔子 缺一不可 而天坑英烈中更像是低配版的三人组 舒适低配版 不是说 他们三个不如胡八一他们 而是这三位都是初出茅庐的菜鸟 张宝庆有点专业知识 但之前没有任何实际操作 菜瓜倒是有一身本事 而鼻子各是小白一眉 这些新人的冒险 从某种营业上甚至更接地气一些 虽说人物普世无华 没有十分过人的技能 却个性鲜明 要么吊老大 要么弄头愣闹 要么一根筋 真实的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一般 比如张宝庆 方向感极强 有一定的领导才能 咱学旁通 对文物和民间传说颇有研究 应变能力强 几场系下来 这位明明就是年轻寡的胡八一嘛 而菜瓜的设定 不像十二里扬 倒是很像吴中仙境里的藤明月 该剧几位角色的青春设定 不知是否一招原著 就算原著不是如此 也可以理解该剧为了当下观众的审美特征 有意为之 再加上地质对了两夜与张宝庆的异地一友 还有小红果 菜瓜与两位大男孩之间的情感纠葛 虽然我没有看过原著 但联系其实是浅白平时 几乎没有抒情的风格来看 剧版《千坑英烈》是考虑到娱乐效果和审美趣事进行的改编 其实一开始 对于张宝庆的塑造 就很具典型 该剧开场建构了一个被困在现实世界中 想逃离的男孩形象 喜欢幻想却毫无用武之地 而陆国华的昏迷和菜瓜的意外出现 让原本厌恶世俗的他 面临着人生的蜕变 于是 他与菜瓜一起来到东北老家 终于逃离人生家庭后 进入到另一个时空世界 甚至可以有着绅士之谜 这样从现实的博杂到超现实冒险 是很多超级英雄电影惯用的手法 本剧也是一样 这是当下影视剧一个发展方向 吻齐饰演的采光 小丫头演技一如既往的好 值得说下王俊凯 比想象中的好很多 原本觉得这位太帅 不太适合演张宝庆这样的大叶青年 结果效果真的不错 根据角色特征量身定作 的几场戏也充分发挥了 大唱人物歪财的特征 包括张宝庆跟四九爷的对手戏 还有回到北京后 带两个女孩回家 跟老妈之间的大白龙门诊 可符合角色特征 倒不是说王俊凯演的有多么好 而是一个综合效果 剧情和情节设定 在演员的配合下一同完成的功劳 说白了 天空英雷这几位新演员的表现 都不错 都不算是大纯依靠演技 撑起一个角色 还是看整体效果 加剧角色身上的伏笔 包括杨叶和其父亲 与路国华之间但愿 竹丁丝田一般的小红果 这帮角色的背后都不简单 咱看到哪儿说到哪儿 后面的故事继续追